大家好 现在我来到的是这个花庄地铁 一会儿要见一个重要的人士 进行一个亲切友好的会谈 然后再去一个神奇的地方 这是在北京通州花庄站六环外 来车喽 看这终点站人多少 你今天怎么穿这鞋啊 没穿皮鞋 太凉快了 头一次看你穿这种鞋 到了下车吃饭 馆庄这边不第一个就是西会公园 这儿离那个传媒大学和二外特别近对吧 这边是西会公园是吧 南边啊 西海子以前人是多的 现在那个都集中在这块 据说昨天晚上有多少四五百人在这地方 基本上都是在晚上八九点钟啊 然后就在这边 你看地铁管庄站一直往西走 先到这儿吃饭了 嗯 进来吧 嗯 还得扫码啊 根本就扫不上啊 这个 对啊 他扫了半天也没扫上 看人家都扫上了 吃饭的也没多少人 哇这个肥肠面 就是算吃啊 就是算吃 你饭馆不开了 嗯 不停的话还是得花钱呢 不停的话你赔钱去 对啊 你停的你赔个房租 不停的话你还得交员工的钱 对啊 现在客流量比较少啊 走 吃完饭继续走 这是洋闸 这条路是精通快速路 是吧 通往燕郊 我们现在是往西走 西惠公园 周五周六的晚上人是最多的 这个地方 这儿有一大牌子 写着西惠 对啊 这儿有一个出入出口 叫惠村 是吧 高速公路的出口 这堵堂 嗯 这堵堂 这堵堂后边 嗯 这堵堂堂 这堵堂堂玩的 这堵堂堂堂 是吧 晚阳 晚阳 这儿有地铁八通线 昨晚上就是说 现在明哥走的这地方 这坛儿这都坐着好多的 同志 就在晚上 有了有了 那个中年也是啊 一看就是 好 到了这就是北门 我们进去吧 这个北门到了啊 哇 这儿环境挺好的 给我的感觉 这块特别的 空气特别新鲜 空气今天全是精通 什么 全是精通的 全是精通的 嗯 怎么了 一到晚上这两边全都站的是 人是吧 正两边 嗯 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中年 年轻的多 一般都是在八点以后 就这酒 就是这酒 昨天晚上就在这儿站的 就在这儿站的 就在这儿站的 一陪我说一鬼 这儿这儿 全是都在这儿站的 你别说这儿还真像牡丹园 原来那个中间那个地方 嗯 嗯 这儿有很多废弃的东西 别拿了多脏啊 嗯 这是什么呀 哎 有人 有人 你看 有一个小伙子 那个人一直在看 看这儿很多的 用过的废弃的卫生纸 在这些地方 这边也有 你看 这又有 看穿的那个短裤 那么短 嗯 没有想到吧 在这个疫情肆虐的今天 同志们也需要这个 一定的活动啊 活动的场所 这个地方正好给提供了 这么一个活动的场所 我还看到了很多的套 哎呀真是 我就不给展示了 哦 对这个地方没有什么路灯 所以这儿比较黑 为什么不去牡丹园了呢 因为牡丹园那地方太受关注了 这几年已经就是安了很多的路灯 而且牡丹园在3.5环嘛 北边 现在很多的北漂逐渐住的越来越远 像这个地方就属于5.5环 那么更加的接地气 这地方 而且这个公园也不是现在才有的 是从17年 好像就逐渐的开始发展起来了 还有东丹公园 现在人也非常的多 酒吧也进不去啊 嗯 还除了开房 对啊 除了开房 现在开房也要这码那码的挺麻烦 所以很多人就会选择到这公园里 对啊 那帮小手机 你跟昨天晚上说 怎么说的呢 说他昨晚上 玩了11个人 不是说挺 Ciao 这个玩玩的 再走一个 摸着大的 一个小孩长得还挺好看的 也不怕小孩吧 应该是24 24 那也算小孩 对 那他不怕得病吗 估计是不是已经得病了 我说这儿还有一个发展起来原因是朝阳区的gay特别多 所以朝阳区的据点一定能很火 主要一个原因这个地方A的离那个什么传媒大学近啊 比方会取消近啊 对离学校比较近 也是一方面原因 现在大学就是个大展纲啊 学生好多都是属于那种刚刚开始明白自己的性取向的那个年代 正是荷尔蒙爆发 对正是荷尔蒙爆发的年代 哎呀嘛 同龄真是不怕死你知道吗 哎呀嘛 操的男的 琴皮扛扛的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真的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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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不过到一个月之前 我在这儿你知道吗 他都得有什么送食人在那家的 你给他给你口 你帮他 哈哈哈 你们经过这个数量 嗯 9点10点人会多啊 嗯 因为9点10点有大火鹿玩的那种你知道吧 他这个地方就不敢玩 他就上这黑树点就这边 哦这边 嗯 你等到11点到以后 11点以后就分散了你知道吗 哪有的 这个地方就是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就比我们班牙好跟难你知道吗 你班牙那处里有这么诈骗的抢劫的那种的 对这儿没有诈骗抢劫 对啊 古代就是发生说抢劫的那种呢 或秃东西的那种那倒没有 不太难 对不长样 哈哈 哈哈 完全呢 这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只要你能放开你 知道吧 只要你能放开你 嗯 嗯 刚才看到两个年轻的小伙子往这里边走了 他们绝对是 所以我们跟上来 看见他们呢 在那儿呢 看着呢 他们在这儿干嘛呢 那两个人长得还行挺好的 那戴眼镜那还眉清目秀的 是吧 嗯 我说那两个人 一看就是小年轻 还冲着咱们丑了半天 呵呵 这是到晚上了进去吧 哇 哎 好飞 昨天警察来了 对 他这灯 我说我妹妹的哈 刚才有一个人叫我 说我妹妹 是吧 现在已经是几点了 8点多 刚才那个底下人挺多的 上了没人的时候 我才把他打开 有蚊子蚊子挺多的 前面有人走着 今天人少多了哈 好安静啊 这连一个灯都没有 感觉我一个人不敢来 现在比看到的这个要黑很多 不是警车 那块有一个对抗 你看 这叫海维人吗 有一个急车的 这小龚 一个黑 一个黑的小龚 这太黑了 但是这刚才过去20多个人 还有你认识的 是吧 自行脑补吧 你看 还有一个露裤子 露裤子直接在露裤子 下雨了 突然间 兄弟们 所以很多人都回去了 我说都下着雨呢 这些人还往里走呢 还有开着车过来 然后把车停在门口就进去了 也要不下雨 这块全是这全坐的人哈 今天没有看到这种景象 一场鱼给我们拍回来了 我在这儿再说两句吧 我觉得他们有一些人被抓 是因为聚众淫乱吗 我并不是说鼓励这种行为 大家都来这儿 也不是说要站在某个制高点上 去谴责这些淫乱的同志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分析一下背后的原因吧 为什么很多人会来到这里 就是因为疫情已经持续了半年 包括现在找一个旅馆 稍微小气一会儿都要很多的登记 就是非常的繁琐 而且同志又不见光 那么现在酒吧也没开 所以很多人其实是憋坏了 他们呢就是有这么一个 这种隐蔽的公园呢 就找到了一个集体的发泄口 所以很多人会来这里聚集 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危害社会的行为 也希望大家能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 予以包容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看 记得订阅并且点击订阅旁边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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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